科学家不敢公布的真相,百慕大三角到底藏着什么?百慕大三角似乎已经成为了一个景区,各种失踪事件,让大家胆战心惊。 曾经有无数科学家亲近心血研究这里,为什么现在突然停止了研究? 他们发现了什么?为什么不敢公布真相?20世纪以来所发生的各种奇异事件,这让人费解的大概就要再发生在百慕大三角的一连串飞机与轮船的失踪案了。 所谓百慕大三角,直北七百慕大群岛,接到美国佛罗里达州的麦埃密,南至波多利哥的一个三角形海域。 从1945年开始,数以百计的飞机和船只都在这里神秘的失踪。 现在,百慕大三角已经成为那些神秘的,不可理解的各种失踪事件的代名词。 百慕大三角之名字出现以来就种书分云,一些百慕大三角的旅行者们每次惊险回归后就报道了他们有关电磁的古怪经历。 他们乘坐的船或者飞机会被一种奇怪的蒸汽所吞没,而后所有的仪器都是零,紊乱了,莫名其妙的雾,会在整个海面上升起。 而当时的自然天气都不可能产生雾,也没有任何理由来解释这些电磁市场情况。 这种漫长现象,被后人百般猜测,把原因归结为海冠、UFO、天灵感应、时空门区等等。 也有人认为,百慕大之名并不存在,这些神秘事件肯定是那些无聊的术师们在宣扬他们超自然的思想。 客人们似乎没有对一个事实太在意,这些事故的经历,这都是富有经验的领航员、船长,甚至是海岸巡逻队的队员。 这些不寻常的现象,形成了长久不解的百慕大三角谜团,这是大自然中不为人类所知的神秘一面。 此外,最著名的发现是1989年,两名挪威险水员,在该区域,发现一座保存完好的古城。 古城中有街道、建筑物、竞技场,他们表示,百慕大三角很可能是柏拉图,曾经提出的大师周亚特兰蒂斯大陆。 百慕大三角海域,究竟为何平行发生失踪事件? 或者奇异现象,亚特兰蒂斯大陆究竟为何隐藏于百慕大三角的海底? 为什么科学家们从来不敢公布真相? 他们到底发现了什么?快需要后人继续探索。 如果喜欢本视频,请分享并订阅本频道,别忘了按赞哦。